哈囉大家好我是番茄Yuri 那我現在我們又回到了安國航空靈異之志 第一季我們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它日記也不算沒有補完 因為那時候我的鑽石沒有補完 或是某些實驗關卡的那個 任務 小任務沒有達成 所以後來就是在第一季已經結束以後 我就花了時間把它補回來 那今天我們就算是來給它一個完結 那今天陪伴我們的一樣有我們的阿瑤 嗨 咳咳 然後還有我們的主力 這是我們的主角 女主角安國的 佩依李棒 哈囉 李棒接下來會比較辛苦 因為接下來全部幾乎都是 都是那個 日記的部分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日記啦 嗨 嗨 嗨木木 我們現在在補第一集的日記 你可以看一下日記 嗯 面對過去 日記我和 露雅告別了 當著媽媽的面 我又好一陣子沒去看媽媽了 媽媽是很堅強的人 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撐過來的 我真想再見諾雅一次 跟她說我有多想她 可是我得接受事實 這樣我才能繼續走下去 下次空服員徵選 好很快就要到了 這次我一定能通過的 嗯 我想到看 我想到看救護隊的前面 看看日記寫了什麼 就可以知道 接下來的發展囉 那我們要從第一頁開始嗎 不用啊 看失事那一段就好了 現在主要是因為失事的關係 不是嗎 所以就 救護隊的 往前就可以了吧 救護隊應該是已經來了吧 對對對 欸這樣感覺好像 可是不一定啊 或許我們只有看到一部分的日記 就覺得 太可惜了 好吧 好 我們繼續看 第六 章 我需要高跟鞋 一百塊 一百美金其實還蠻多的欸 日記日記 我實在走不了了 我的腳好痛 我借了潘麗拉的那雙鞋子 很適合我的 裡面的鞋墊讓腳很舒服 如果我還在農場的話 是絕對穿不了高跟鞋的 在農場只能穿靴子 我有點懷念我那雙靴子 如果讓凱倫看到我穿靴子上班 他的反應一定會很精彩 這 這稍微有一點 真的會蠻精彩 連乘客也會 表情也會非常精彩 哇哦 像果凍一樣的酥 像果凍一樣的壽司 好恐怖喔 感覺就是黑暗料理啊 蛤 蛤 日記 有件事情怪怪的 我每天上班都會看到一隻老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看起來不是很凶惡 而且應該不是我想像出來的 要是被蘇西知道 他一定很嫉妒 雖然魚很難表達喜怒哀樂 但我相信我家蘇西能聽懂我說的話 他每天早上在魚缸裡 跳啊跳的叫我起床 讓我能準時去上班 他真的好可愛喔 我愛他 何去何從 親愛的日記 我很喜歡第一次進到機場的感覺 尤其是薩克福機場 他給我的感覺 就像是一個超級大的博物館 只要穿過前門 就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那裡有個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人 從美國生意人到法國烘焙師都有 從美國生意人到法國烘焙師都有 我總是很好奇他們要往哪裡去 第八章我們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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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對 它有點太粉了 阿對 我們就給它綠綠的吧 我要酥稀 我要壽司 那是泥墨 明信片嗎 我覺得這張比較好看 我會喜歡那個 我好奇的是照片可不可以換啊 可以啊 那那我們換跟那個好了 跟那個誰 跟我嗎 嗯 好好好 跟你嗎 對 跟你嗎 不是 對不起 我好像乖乖的 我也覺得乖乖的 這是什麼書籤嗎 對 阿古的書籤 小魚書籤 小魚書籤 好 小魚書籤 小魚書籤可愛 嗯 這是什麼票 還是什麼 憋子吧 他就選這種底片 我喜歡中間那一個 宜汪的日記給宜汪選這樣嗎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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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行李箱 就是貼紙而已吧 我知道欸 我覺得都沒有愛好 OK不要選 好好好 新的葉樹 中間是跟媽媽的合照嗎 這是跟弟弟諾亞 他跟媽媽的合照 他跟弟弟的合照好了 那最左邊的那一坨人 大家的合照 左下角是誰 副激師 激師與副激師剛好在M2左右 好喔 其實我覺得這樣放中間的蠻有梗的 因為他不是說他五歲的時候有照片 不知道被誰拿去贏 可是照片好像不太一樣 對不太一樣 這樣喔 我們完成了 他暫時也花完了 真的是算得很準 對阿你看看 原本的翻譯 薩克福機場 現在的翻譯是什麼 那個字 那麼難念 福 什麼弱 什麼特 所以其實如果 如果 我有解完的話 又 又 這是施若福特吧 我忘記了 如果 施 那 格 福特 好 我記得三個字 對 好 我先念喔 他一直想旅行 親愛的日記 我希望能回到過去就有他 與他有關的回憶 我還立立在目 他是那麼喜歡冒險 他喜歡在稻草堆中玩 還有在水坑裡跑來跑去 他的夢想是環遊世界 如果我能帶他一起去該有多好 可是我必須向前看 要做到這一點 我必須先愛自己 我會永遠記住我的小弟 他是我的力量 全員 清德開始 日記啊日記 我覺得自己充滿了活力 我真的當上空服員了 夢想成真了 機組團隊一定會越來越好 我聽說 有家旅行社向凱倫提案 想辦個世界七大奇景之旅呢 要是坦誠的話一定會很棒 那旅程是爸媽一直以來的夢想的 那天我回去看了媽媽 讓我忍不住想起爸爸 他現在會在哪裡呢 所以其實第一季如果有全部蒐集完的話 就會看到第二部的故事 前情必要 所以我說掉鑰匙的可能是爸爸啊 看我覺得我也有點神預測了 那我們就敬請期待囉 好啊那我們 我們就把第一季完整的補完了 耶 他終於可以刪掉了 不然有點占空間 原來是他突然可以刪掉了 好啦算是 沒有懸念了好了 我們第一季就完完全全的都完成 然後連成就都達成 你的懸念聽起來蠻多的啊 這個打音 這個電子音 什麼都聽不到 I'm sorry OK 那我們今天就跟這樣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番茄瑞瑞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幫我們點個喜歡 還想看的話 記得要訂閱Youtube 然後追蹤我們的Twitch 如果很想要知道我們什麼時候發佈新影片 或是什麼時候開台的話 記得要去追蹤一下我們的粉絲專頁喔 下面有連結 那如果你有想要推薦的遊戲的話 也記得要去粉絲專頁留言 或是Youtube下留言 我是番茄瑞瑞 那我們之後再見囉 大家再見 掰掰